同胞他們是我們的同胞 我們歡迎他們回來 歡迎他們能夠把好的產業帶回來 好的科技帶回來 讓我們的經濟更發達 讓我們的環境更健康 所以呢 如果還是屬於污染性工業 希望他如果要回來 應該要符合環民 符合我們的環保法規 這樣他才能夠帶給我們比較好的生活 第二個 我們希望政府不要把經濟發展的這些罪 全部都歸給環境 因為環境只要一上市很難恢復 可是經濟可以不斷的 產業不斷的發展 那我們希望健康的產業 可以讓我們的學生 我們老師教出來的學生 將來有好的產業可以去工作 然後工作完領的薪水 不會回家之後 沒有健康的空氣可以吸到最後 那個薪水也沒有用 所以我們教師出來 很真誠的關懷這個議題 政府能夠以身作則 在經濟上把這個產業發展上去 用低污染、低用水、低用電的工業 來讓我們的產業發展 讓我們的孩子 將來有比較好的工作可以做 最後呢 希望政府這方面不要做拍床 為什麼呢 我是光明老師 我實在很難跟學生講說 為了吸引物產性工業 所以我們要把環評法改掉 這樣我怎麼講得出口呢 所以請政府幫幫忙 也請各位媒體朋友幫幫忙 謝謝 謝謝 接著那個天國教師動會 讓我們再請那個參手台灣 切合理 好